農曆七月才剛過 但是台灣的山區看似起來好像不太平靜 在最近發生了一件事情 陽明山 你覺得陽明山會有事嗎 陽明山人這麼多路這麼多 但是陽明山上真的有一對小姐弟 他們突然之間走失了 不過走失了三個小時之後 居然在山的另一頭出現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啊 立剛 常常都是這樣 走得進去繞不出來 不然就是走得進去 從別頭出來 這個9月1號禮拜一才剛發生的 我跟你講 這個是唐姐唐弟 他們就一家人 他們親戚就去陽明山玩 立剛你最熟悉的陽明山 陽明山有很多入口處 你可以從陽德道道上去 你也可以從三支淡水那兒去 他們是從三支淡水那邊進去 他們本來都是要到二子坪游戲區去玩 好啦 結果他們去了之後 據他們後來的回憶 說那個小堂弟活蹦亂跳的 就一直往前跑 那小堂姐呢 也是在後面跟著追 走著走著 兩個這個堂姐弟 失蹤了 就不見了 二子坪在二子坪那邊失蹤了 對 就看不到了 有時候你就是一轉眼 你稍微舒服一下 他們就不見了 可是二子坪那邊有很多的步道 其實看起來還蠻不好走的 我跟你講立剛 你知道好不好走 其實不是你說了算 因為你年輕力壯 警察跟家屬 他們後來去找 光是這個 他們這些年輕力壯的人 去那邊找 找了三小時 找不到 找到後來 說退退 腳都沒力 發抖 可是這個是二子坪步道那邊的距離不長三個小時 你已經走完了 那人到哪去了呢 你講到這不就講到重點嗎 第一個 警察們走三小時都找不到 然後你剛才也講了 應該也走完了 是啊 那你告訴我 這麼小年紀的姐弟倆 去哪了 我告訴各位 這三小時的時間裡頭 他們去了這 大家看一下 剛不是說要去陽明山二子坪玩嗎 沒錯 不見了嘛 活蹦亂跳 大人耶 大人說在這邊 繞都繞到退退 他們竟然短短三小時 走了四公里的路 北投 你剛剛 你可不可以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這是不是繞過了幾乎那 越過了一個山頭 是啊 而且這邊的話 走這段距離還不算近的距離 梁姐弟怎麼可能走那麼遠的路呢 北投清水坪就是我們講了嘛 你是從另外一頭上陽明山了嘛 所以 都是登山步道 他們居然會走到北投清水坪 而且他們年紀很小喔 這不太通啊 都是小一小二這種年紀 所以他是怎麼走到的 有人就講 莫非 也許有什麼冥冥之中的力量 在引領著他們呢 尤其小孩子 比大人 體質又來的特別敏感 無獨有偶一樣 台東有一個黃姓男子 52歲 他去花蓮的濁溪鄉 花蓮濁溪鄉在花蓮的最西南邊 深山裡頭 我告訴各位那是原住民鄉 快接近台東了 對 不是一般人是不敢去的 那為什麼黃姓男子敢去 他台東人嘛 他跟他朋友啊 很熟啊 去那邊採草藥 到了濁溪鄉的食品部落 去了之後呢 黃姓男子跟那個 他的這個朋友就講說 我們在這裡搭帳篷 住一晚好不好 好 那他朋友就講說 那我們趕快去去找水 叫他朋友去找完水回來 黃姓男子就不見了 不見到哪去了 然後最後呢 電話有打通 黃姓男子通話那頭 很短的 很斷訊的講說 我我我 我看得到三項的房子 但是就是找不去回去的路 然後後來呢 消防人員來救 消防人員也有通上電話 發現黃姓男子講 最後一句話是 我這邊已經一天一夜沒吃東西了 肚子好餓 然後就斷訊了 嗯 然後至今都沒找到黃姓男子 很邪門 山區有許多邪門的事情 但是我們說到邪門 什麼三嘴邪門呢 齊萊山 大家都說 齊萊山就是黑色起來 但齊萊山上 如果你失蹤的話 你要注意哦 要找回來可不容易呢 而且在搜尋的過程當中 有許多離奇的事件發生 川雲兄 對 我們現在就講到這個齊萊山 那齊萊山 他有發生過很多 很多次的那種 山岸事件 他很多人都在那邊離奇失蹤 那這其中這一個比較有名的 這個就是殷曉林事件 這個這個女孩子 他是住在台中 那他當時在在民國 六十幾年的時候 大家都很登山 那個風 那個大家都 從前還滿盛的 對滿盛 那大家都很愛去 齊萊山 那爬這個齊萊山 是這個女孩子 他的一個 一個願望 那他終於有一次找了幾個 他的同事 要一起去爬 那他們 你知道那時候要經過那個 要進去那個 那個 齊萊山 會有一個管制站 要收那個 陸山證 對 那他當時 他們來到這個地方 來到這個成功堡 來到這個成功堡的地方 一直在下雨 那時候雨一直在下 那這樣子的話 山區路況並不好 對 那所以上去的話 那就更不容易 山路又不好走 對 那所以說他們的同事就決定說 在這邊吃午餐 午餐用完之後 就要下山了 那這時候 很奇怪 在煮午餐的時候 雨突然間停了 停的時候 這時候很奇怪 就是從下面這樣 來了一對情侶 情侶來跟他們打招呼 導致到招呼的時候 那他們說 他們要上去那個 齊萊山 本來他們 這個 殷小雲他們 這個隊伍 已經決定要下山了 殷小雲其實說 真的他很不甘心 就是說 好不容易已經 安排那麼久來到這裡了 結果突然間要被取消 差一步就可以到 齊萊山主峰了 就可以上去 所以說他 他突然間就講說 他不然的話 我跟這對情侶一起上去 因為那一對情侶 他們有講說 他們是從台中來的 那他們車也是停在鬆雪樓 那他們如果跟殷小雲 跟他上去的時候 他可以順道又載他回去台中 那他的另外兩個同事 看他這對情侶好像也不是什麼壞人 而且就很放心的把殷小雲交給他 讓他跟這個情侶就這樣走了 沒想到過幾天之後 這個殷小雲他的同 他的爸爸媽媽 一直都沒有回來 所以就打電話給他的那個同事 跟他講說他跟你們去爬山 怎麼到現在還沒回來 爬了應該要下山 那人到哪去了呢 他們就嚇一跳說 怎麼到現在還沒回來 他們就很著急 然後就到那個 太魯維國家公園去報案 那報案 就組了一個收就對了 就準備上去要找 這時候 那個他們 同時有發布他們的照片 請那個山有什麼 協巡人口 對 協巡人口 這時候剛好下來的那個巡山員 就說 前幾天有看到這個女生 那巡山員就說 當時那個殷小雲 她是在 齊臺山的山頂上面的那個大草原 然後她當時就看到 奇怪 她怎麼一個女孩子在那邊走 一直走 而且在繞圈子 巡山員就覺得很奇怪說 因為當時爬這種齊臺山 是不可能是自己一個人單獨上去的 她就跑去 小姐你怎麼自己一個人在這邊 而且那個 當時殷小雲就跟她講說 我不是一個人 我是三個人 那個巡山員說奇怪 明明看到一個人 那另外兩個人呢 對 沒看到 可是她說他們是三個人 結果巡山員就覺得奇怪 是覺得她精神有一點恍惚 她就想說把她帶到那個 那個 齊臺山的那個山屋那邊 然後就地照顧她 當天晚上那個殷小雲 她還一直 一直在那邊 就蹲在那個角落 然後喃喃自語 他們就覺得奇怪 他們自己在口中不知道在念什麼 那就一直感覺她精神狀況不是很好 就特別的注意她 那隔天就請那個巡山員要陪她下山 沒想到他們來到那個 插入口的時候 那個巡山員就跟她講說 啊 你先下去 然後我就帶著那個 我先把護件垃圾收一收 然後我就馬上就追到你 你自己先走 就這樣子 就放殷小雲就先下去了 那人呢 啊 沒想到她就 搜完垃圾開始 開始往下追 沒想到一直追追 哇 沒看到人 沒看到人 人到哪去了 對 然後她想說 她這個女生怎麼繳成那麼快 她一路一直追追追追 沒想到追到那個 中雪樓的時候 哇 怎麼沒看到人 所以也就是說她走下去之後 她自己先走 結果人就已經不見了 對 結果她看著她 她心裡想說 是不是她繳成很快 已經回家了 那到現在有沒有找到 沒有 都沒找到 對 就從那時候到失蹤到現在 這個女生 一直都沒有找到 就失蹤在這奇萊山裡面了 對 一直在這奇萊山 後來有很多人的山友 上去幫忙